老方 你现在很危险啊 你那边不信任你 我这边又帮不了你 你没有别的选择 那你说 我该怎么办 杀了沈雅琪和贺德彪 为什么 为什么 你想看着他们两情相悦 双宿双飞 还是想等着他们 揭穿你我之间的关系 奇怪啊 这个世界上 居然有人要感情 不要命 那不能不能 你不杀他他就杀你 这是生死成亡的问题 不是什么浪漫的爱情故事 知道你爱他 可是他不爱你呀 你会留情他不会 沈雅琪 就像你我之间的一颗定时炸弹 他一炸 我们就全玩完了 可是我 下不了这个手 让我去下手 你心里会好受点吗 你心里会好受点吗 别急 嗯 你操车这个惨了 一定要抓住凶手 四盆长 这边是随机管 你应该知道我们汇通银行的分量 这不少抢走一个箱子前都抢走 这帮五位王帮 我们连银行都敢抢 真是无法无天了 来人哪 把他们给我 给我生之以法喽 娘子 差就差吧 不是 哎 幸亏刚才 幸亏 那就是我喊了 是啊 好的 我知道了 有消息吗 我真不知道那帮警察局的人 还能干些什么 贺德魁 不就是靠着他弟弟 才有现在的位置的 成天就是那儿吃喝飘的 你 各大银行有什么消息没有 那没有 这么多钱他们总要花的呀 要拿去干什么呢 来 你去海关看一下 看看有什么异常的货物出口 我这就去 我还没有任何消息 我还没有任何消息 还没有任何消息 上海灘的大亨呢 开赌场的开银行的 还有那些帮会的 应该都知道会同银行的费解 他们不应该再开赌兑者 会不会是汪费的人干 应该快 那些军统和中统的叛徒 逃的逃跑的跑 不会铤而走险的 我这儿 你的事已经够多了 会不会是寒冰的人干 那到底会是谁呢 这狐狸终究会露出尾巴的 对了 苏北那边要的那笔军户 有没有抓紧时间啊 我准备去求求把头实地盐整一下 还有上次 算命那事跟谁学的还挺像的 接到你的任务 我就赶紧去马里边算命的说拼命的背啊 俗话说 你瞎子算命两头堵 反正上能相信吗 幸福总比了 还不错 紧紧练 这样的尝试很危险 那一套毕竟是个群人套 其实我专门的训练 闪人不着眼 你要是想改变他 可不是你说的呢 所以说 笼络络他 你揭穿他感觉 你说话 放心吧 关键的时候 我还是会利用他 我让他做我的用 最近我一直没有和方安松碰面 你知道他最新的行踪吗 我派去监视他的人 发现他和银湖见了面 我猜想银湖是想利用他来除掉的 我猜想银湖是想利用他来除掉的 杀我 方安松是出卖了我吗 暂时没有 但他是真的爱上他 那他为什么要杀我 爱之越深 汗之越切 银湖我想也正是想利用他这一点才煽动他 从现在精神是什么来问 这也是你的魅力所致 你这是在夸我吗 总之你必须提 万不得已的时候 我们必须先发炬 这次行动 还是让我来执行的 这个我另有安排 不相信 太危险了 不管怎么说 就是因为他爱我 我才要活到今天的原因 而且我的命也是他救的 谁都不想信很手吧 但他是敌人 没法争取 我们也不能信 我们必须铲除他 幸好我不是你的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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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谁 我找你们快队长 你哪的 我是归东银行的 你看这天气这么冷 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白眼 你白眼 来来来来来来来 兄弟拿来拿去 别客气啊拿着 进去吧进去吧 谢谢啊 出 兄弟 别来无恙啊 呦里哥你怎么来了 知道你掉到这里了 特地过来看看 收获方便吗 给你送钱来吧 给我 你在会同存了一笔钱 哦 是有那么回事 你的利息 还是李兄好啊 贺德捆这帮混蛋只配出一口 出了那事之后就把我翻到这了 成天的看仓库 也没人理我 回我的前程嘛 看你啊 李兄 有什么话尽管说 这是我的地盘 没外人 我有个客户 对这仓库里的货非常感兴趣 派我先来打探打探 能不能先让我看看货 可有不少人来看过了 还有别的买件 这可是块肥肉啊 谁见谁不掩护 一转手就是真金白银 这可是发战争财啊 这么好的机会 怎么可能错过了 你鼻子倒是挺灵的 不是我鼻子灵啊 这消息是别人提供的 我啊 我也只不过是个打工的 倒是老哥你 守得这么个秘密不告诉我 微灭 也太不好意思了吧 哎 有钱谁不赚 不敢呐 上次当案那件事 差点把脑袋给丢了 钱跟命比起来 命要紧呐 是 你说的没死 这些人都是日本鬼子的 鬼子投降以后啊 就被国庆局收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仓库就没登记 我估计啊 是有人故意这么做 想以后发羊财 我跟你说 多少有头有脸 有权有势的人 都盯着这批武器 你要是要 就快动手 我的客户肯定要这批货 那还等什么快动手啊 还有谁来看我 嘿嘿 不知道 快妈的 你知道我的为人 你也知道我出手是小气还是大气 怎么样 有一个叫彭天绝的人来看不见 听手机 是他们的 天绝 你还去求见马途 归我身份的问题 绝对不可以想任何人报复 要 转 你 心动 你 你 你 我 我 是 我 这被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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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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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派起的人 抱歉做事 我派起的人 你也不想要 我去吧 陈鲁 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 他现在肯定隐藏起来了 而天明现在 初见很危险 他随时可能 把你出卖给你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他的事情 不用你管 我怎么可以不管他 啊 你知道吗 红口的地下交通站被捣毁 是被他出卖的呀 这个消息他是从我这儿得知的 是我犯了一个错 你看 你管我把你抑郎 你管我把你抑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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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这是我的一个临时住所 今天晚上 你就在这儿将就一下吧 你呢 我回我那里 今天晚上 你不走吗 你不是想让我嫁给你 那是将来的事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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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啊 还有 Kok 货真驾驶 迫击炮步枪冲锋枪 全是日本货 太好了 这都是我们急需的 庞天爵 又不能是这杯货 到手 所以我一定要快 可是我以前还没做的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以后被抢的那笔钱 不小心 苏梅在这 你不是总觉得 苏梅这个人有点特别吗 对啊 所以我在利用它 也有紧品 放心 这是我突然从法国买的唇膏 送给你吧 正宗的法国货 我哪配得上啊 有什么不配的呀 你看你那小子 多性感 大贴 行了说吧 什么事啊 哎呀 我想你也应该听说了吧 我们汇通银行的运钞车被抢了 银行损失了一大笔钱 你这日子可不好过呀 这事我听说了 说真的啊 我跟银湖可存了一大笔钱在你那儿 我还想哪天把他给取出来呢 那也有什么闪失怎么办呀 你是怀疑警方的能力 还是觉得我们汇通银行会倒闭呀 警方的能力呢我就从来没有怀疑过 因为他们从来不办事情 也破不了案 除了压着老百姓还能做什么呢 那你就是怀疑我银行喽 没有 人家只不是有点担心呢 那你有什么消息吗 这方面还真的没有 你说会是谁干的呢 方派组织 见过这一吗 是 在现场发现的 没有 那你帮我留心一下 莫容来来往往的人 放心吧 哎呦 最近需要一笔军火 放在语报书上的 要最先进的 这件事情我能帮你 哎对了 前两天我听表哥说 他手上有批军火要出手 这样吧 这笔生意 咱们姐妹一起做 我应该吃喝 我没有听到 说求着 我自己做得太好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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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我会想到你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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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花是日本最美的花了 除非樱花落了 樱花落了 樱花树还在 第二年又会开花 桜花 桜花 花大已凌亚 山九 〈我心中心痛恁 stuff,'ya 藍天 助行 sakur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保护你 我哪有那个能力啊 你在军同一直表现很好 要不银湖怎么会派你来监视我呢 康列华的账户在汇图银行早就取消了 可是谢德金的没有 我知道 早晚有一天要对你揭穿 对不起 我也是奉命行事 军同一直怀疑你是共产党 那你查到了没有 如果查到了 我现在 就站在军同法庭的证人席上了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我想 我也不该待在这儿了 小姐 多保重 等一下雷嫂 你不是要 如果我要对付你的话 下手的机会不是多的是吗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打算的 自从谢德金死了以后 军同也没有什么新的任务交给我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去哪儿 那你继续留下来吧 小姐 你不嫌我 雷嫂 你跟我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多少都有感情了 我是这段日子才知道你的身份的 就证明你是一个很好的特工 坦白点吧 你的按摩我已经上瘾了 如果你真离开我的话 我估计又该还失眠了 如果小姐不嫌弃 我就每天给你按摩 总比对付银湖那些人 要强得多了 好吧 好吧 春风往事 岁言无用舍 无念的尘 未宽 喜喜戊 喜剥剥剥剥 此生我一口哭 也没见到了 好 明天还整个男生了 明天还整个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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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的情 你從來 我的英雄 你從來沒答應過 可是 不行也得行 你必須跟我走 你為什麼會變成金平真 為什麼 還是 也不是給你 留給我自己的 抱歉他的 我告訴你為什麼 我告訴你 是 因為他們說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是 我告訴你 是 你的眼神 他是 我本來 你 我不 你 你自己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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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太好了 吃点东西吧 谢谢你 蕾嫂 其实啊 我也没帮什么忙 很久没有摸枪了 有点生疏了 都打不准 不然苏小姐也不会受伤的 我始终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 我明白 因爱成恨 因肚成狂 认识的人因为自己走上了这条路 我这心里总不是个滋味 你千万不要责怪自己啊 她是爱你 可是你绝不爱她 她走这条路 是她自己挑的 也许是吧 她就特意去仙恶斯五天早 我真没想到她会这么做 也许她觉得在那干掉我最合适 也许她觉得在那干掉我最合适 真没想到她会做出这种事情 那她最后是你 不 是蕾嫂 如果没有她和苏梅 也许你今天就看不到我了 那她后来有没有话给你们说 她最后说了些什么 到地狱去我和你 到天堂去我和你 疯了 除了这个原因 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了 她是为你而放的 她太想得到你了 但又错过她 你能想着跟你一块去死吗 万座是你 你也会这么想吗 不管怎么说 这是件遗憾的事情 那底的确确给你出了一个大运回 现在你的出境好多了 我们要集中精力 集中在蓝色的岸上 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你也清楚 你 你感觉也在加紧实际寻找 而已被他们进了 那些事情的损失大了 特别是会跟你们道歉 一路会地步的损失 像我说你也知道之后 没用的人才叫肺 怎么会让个肺人去玩承认 所以说你傻吗 你来了 借刀杀人 你不先去燕燕那把刀 究竟够不够厉 安平 方言松 是共产党特工 他现在投靠了军统 被共产党发现了 就派人把他杀了 现在是谁把他杀了 是神雅齐 这说明了什么呀 说明了什么 说明神雅齐就是共产党 安插在中统内部的内鬼 证据 有什么证据 要不然这件事情 你怎么解释 方言松 投靠军统已经很长时间了 如果神雅齐想干掉他 他早就动手了 为什么要等到现在 这又怎么解释呢 不是 也许 也许神雅齐刚刚发现方言松便捷呢 也许也许 也许是你煽动方言松去杀我姐 然后他说是自卫 才以将毙了方言松 对吧 行行 不跟你说不跟你说 说什么你都不相信 证据拿来 我什么都相信你 证据 军统又不是法院 我又不是法官 要什么证据 军统抓人什么时候要过证据 抓到了就有证据 我告诉你 少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 你疯了吧你 对不起啊韩娜小姐 委屈你了 跟个疯子聊了本子 真是不可理喻 怎么样 好点了吗 好多了放心吧 如果那天没有你 我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我怕呀 怕什么呀 怕老板遇害了 没有人给我发工资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这个你不用担心 看你的样子呢 两千都没打死我 那个神经病人 还真是强法不顿 哦 对了 这个月你好好休息 工资少发 好吗 银行这么忙 我怎么好意思请查你 啊 再说了 都活动活动筋骨 对魁府上市也是有好处的呀 沈小姐 你妹妹来了 在客厅等你呢 哦 那那先等一下 我马上就来 她的鼻子还真是灵啊 妹妹关心姐姐 这个很正常吗 总经理 你人心力好 可是别人未必跟你都一样 你是在说我妹妹 总经理 你别怪我多嘴 我只是觉得 你对我们太好了 所以有些时候遇到事情 我 我不忍心不说出来 我明白 子敏 姐姐 听说的先了四五天的事情 看见你没事啊 我就放心了 放心吧 没事 不过我差一点点 可就没命了 算了都过去了不说了 快坐吧 你说这个方言松 胆子也太大了 竟敢去杀你 他应该是精神失常了 如果换做我啊 就算是精神失常 也不敢向中统的 第一神枪手开枪啊 不过你想过没有 他为什么要杀你 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杀你 不过我听有的人说 他是因为爱我 他有疼不疼 所以就算了 才做出这样的事情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就最好了 你还有其他的什么想法吗 直到如今 也没有什么好影子 我去忙 宝宝宝 今天是不是 还有他 自我 我去看了 看我去看了 如果没 我去看了 我不能 不要 没有合格过 整天神经兮兮 行踪飘火 没有干过一件正经事 不过这样也好 现在他死了 我与我们上伤 你们军统的人不是一直有人怀疑 我跟他是一伙的吗 对 如果我要是共产党的 我还能让他回到今天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有一些死硬派 就是不明白 不明白的应该是你 我 你说他辩解了 换言之他现在的靠山是你的军统 他应该那么不解 这样的话 他才可以争取不断的立功啊 但是如果 他是两刀三刀 假意同仗 如果是那样 他就应该更不错 那样做就可以把情报 可是 可是他却被人给逼疯了 你的意思是说 有人借他的手 然后来对付 目标是我 他们本来想陷害我是共死的 所以陪他来杀你 真的会是这样吗 但你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答案 我 我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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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